老虎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看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他说 我看到很多人在做低阶音乐频道 有很多的订阅和播放量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 一个月有20多万的播放量 和几百个粉丝 但是这种低阶音乐 有很大部分都会有版权主张 10个作品 可能有7个有版权主张 我看了你前面的节目 有说到版权主张过多 申请YPP可能被拒绝 那这样的频道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版权主张比较严重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做 这样能申请通过YPP获得收益吗 好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做 跟你一样 他不知道做这个东西有没有前途 所以你看到大量的歌手的精险集 还有做歌词的这一类的频道 流量都很大 粉丝也挺多 这一类基本上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不建议去做 另外讲到这个低阶音乐频道 我个人完全是不建议 去做这一类的内容 不要在这上面去浪费时间 因为低阶的这种音乐 还不像别的东西一样 你这个音乐是直接是别人哪来的 做一些混音这样的处理 所以得到版权主张的比例是非常之高 即便是有少数没有版权主张的 审查人员进去看 他都会知道 这个不是你自己的原创音乐 只不过是没在音乐库里头 进行匹配道而已 审查的人员他不会认为讲 你自己有20%是你自己的原创的 80%是有版权主张 给版权人分了钱 我鼓励你自己原创的这部分 当然我可以批准你加入APP 的确是有少数是属于这种情况 或者是前面开始的时候 大量的都是使用别人的版权音乐 后面有粉丝有流量以后 开始自己发单曲 自己做原创 或者是自己找人来写音乐 做在这个频道里头 只有当审查人员 能够明确的判断 你这个地方有相当一部分的是 自己原创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让你加入APP 如果一个人做这一类的频道 方向一直是把别人东西哪来 来进行创作程度不高的 这样的二次加工 那这一类的音乐频道 是不可能长久的做下去的 是没有意义的 不值得在这上面花时间 那低阶音乐 有很大的这个特殊性 所以它的创造性是体现在 把别人的音乐拿在一起 怎么样来做好衔接和混音 这样一种创作 在油管这个平台里头 不是一个YPP鼓励的 这样内容创作方向 所以如果你这个频道里头 全都是这个DJ的音乐 那这个频道 你花时间做下去 可能会有流量 可能会有粉丝 但是被批准 加入YPP的机会很少 这是第一 第二 即便被批准偶然加入了 将来也有很大的可能 会被取消 或者是讲 有了很大的流量 有了很大的粉丝 因为大量的版权主张 实际上你的收入是很少的 所以做这个内容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那么讲清楚了 我不鼓励大家 为了YPP这样一个目的 去做低阶音乐频道 以后我又要讲 有这么一类低阶的音乐频道 你是可以做的 除了那种典型的低阶音乐本身之外 你让大家知道 低阶是什么样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的门槛有多高 设备有多贵 从业人员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如果我想学贵还是不贵 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好的师傅 将来就业前景怎么样 所以你看这些跟音乐和行业相关的东西 但是你自己的原创的内容 你也可以详细的讲解 你是到哪边找到别人的音乐 做你的这个创作 有哪些技法 有哪些方法 有哪些工具 那这样一个频道 就是原创的YPP 鼓励的这样一个频道 那这样子做 你的个人IP出来的 你的专家身份出来了 你的人设出来了 人家就想跟你学 你可以开课程 你可以带徒弟 你可以编教材 你可以讲行业的历史 名人的采访 作品的介绍 书籍的推荐 你看无限多种内容的可能性 这就是个非常棒的 低阶手的音乐频道 而不是像我们前面讲的 那些普通人做的低阶的频道 里头打开 就是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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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是无法判断 那个音乐是你加工出来的 毫无个人特色 我看不到你的脸 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油管又不让你赚钱 你做这样的事情干嘛 所以这个答案就不言而语 非常清楚了 好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你也有个问题 欢迎向老胡提问 谢谢 再见